HELLO 大家好 我是He-Man 現在的時間大約來到2點多鐘左右 我剛剛已經化好了妝 準備好了 今天會去西貢 帶寶寶一起去 想和他逛逛 放狗 然後我們就想吃個brunch 然後就想買海鮮 因為晚上想做個很豐盛的海鮮大餐 穿搭大約是這樣的 穿了一件白色的上身衣 然後趁天氣還沒好熱 穿了長的牛仔褲 然後我們現在就準備出門了 去吧 去吧 你的袋子袋 是啊 是啊 你坐在你的袋子袋裡了 看看她是一件月的 衛生物 衛生物 燃耳 衛生物 超是紅燒 衛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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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來西貢來的最多就是這個市場街 然後進去就會有很多不同的cafe 還有一些小店 西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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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包裝紙這麼漂亮 對 出口包包 哇 cafe 旁邊有一間很傳統的小花店 我們買了這個超便宜 40元這樣一閘 是很漂亮的黃色 然後呢 我們就去買海鮮 因為今晚想做的菜式是什麼啊 師傅 燒鹽 蝦 蒜蓉 粉絲 扇貝 由昨晚呢 她已經說今晚應該做這個 蒜蓉蒸扇貝 然後我又睡覺前那一刻開始期待到現在 我們買了扇貝 現在叔叔幫我們開 好 你先走 我們買扇貝 但我們買老皮 就是買這些扇貝 500元四隻 然後就這麼大隻 好 謝謝 拜拜 拜拜 來到阿王廚房的布袋房 又要煮飯 差不多七點鐘的時候 我們就回來了 然後呢 我就去幫布布洗澡 然後阿王就在這裡做些食物 我們今晚會做的就是 椒鹽奶尿蝦和蒜蓉蒸扇貝 哦 哇 喔 欸 哦 在這裡做� waa. 它出來了 剛剛呢已經用水末開了些粉絲 在自己家呢 就是可以用超多粉絲 所以然吸上扇貝 然後加辣椒和蔥 後來加醬油 先放進去蒸 簡單的,椒鹽奶尿蝦 紅蔥頭、辣椒、蔥、蒜頭 最重要是椒鹽 稍後會加少許酒 這個是之前喝剩的 剛剛的奶尿蝦已經醉了 因為我加了一些小興酒 全部倒進去 吸完水之後 你看到它輕輕變了色 我處理一些小小的位置 我們剪掉它 剛剛已經處理完手腳頭 我打算用半尖炸的形式 所以先幫它加少許生粉 不知道 一、兩分鐘之後我們就加其他配料 加些蒜 蒜鹿 辣椒 阿布 顏色 我沒有吃過 呵 那 我只看了 但我只好 我不客氣了我要開飯了超棒的 椒鹽泥蝦 覺得你可以去西貢開一間 我的蝦超甜 100分 蒜蓉蒸扇貝 剛剛一開焗爐的蝦超香 有種長鮮糖的感覺 而且我們好像蒸得剛剛好 它是不會很韌 還是很嫩很甜 然後吃蒜蓉蒸全部最喜歡最喜歡的 就是這個粉絲 粉絲很甜 吸上了精華 然後上次有觀眾叫我們要多吃菜 我剛剛貼完這些故事之後 看到很多朋友問今天用什麼相機拍照 其實之前應該有些片給大家介紹過 我就買了FUJI XT30這一部去拍照 主要就不用它拍片了 因為它拍片真的會比較守陣 為什麼這一陣子拿出來用呢 就因為買了G-Sun的鏡頭 XF35mm f1.4大光圈的鏡頭 你可以看到它的機身配合 它這個鏡頭其實整體的感覺還是很輕便的 如果大家是有水桶形狀的小袋的話 其實它絕對是放得進去 然後它就是大光圈 不能變照 所以如果你想Zoom近或者Zoom遠 就要靠自己走前走後 但是平時我用來拍布布 拍我自己的店舖的東西 拍人像 它也是非常好用的 我都可以在這裡放回今天的照片 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買得FUJI 其實主要都是喜歡它本身內置的一些濾鏡 我自己用開就是這個Classic Chrome 這部其實是XT30的第一代 現在好像是出了第二代 第二代是會有多幾隻濾鏡給你選擇 所以如果大家買的我一定是買第二代的 其中一個很漂亮的呢 就叫做Classic Negative 拍出來就會好像Phylm相機拍出來的效果 偏向日是藍綠多一點的 我也是在這裡放回一些照片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是女生 不太懂得調校相機的參數 其實用這個我覺得都OK 它是輕量的入門機 最簡單就是教你自己喜歡富士的濾鏡 然後可能教一教曝光 然後快門那些通常我都會調校Auto 然後坐下來 那些花工的衣服 如果我又會在這裡 跟我一樣的話 我只會看到今天 其實也是一個 moż kids 的那些啟鏡 因為我的衣服 都有這是一個很小的 我們可以看到